记者顶伟杰家事报道 嘉义士佐 18 当晚金传歌喉 32岁江姓 男子一次因为喝了酒 误刃亭等红绿灯的自小客 驾驶陈信 男子出言挑衅 进持菜刀攻击陈南 陈南的脖子被划出约10公分长的浅伤口 事后自行就依缝了7针 今19日向警方报案 江南被查获报案 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嫌送办 警方说24岁陈南指称 昨从台中开车到嘉义找哥哥 傍晚在建国路和新亚路口停等红绿灯时 突然遭到江南吃菜刀袭击 江南因在阁友会与有人饮酒后发生纠纷 他走出阁友会后 见到陈南车窗未官 以为陈南出言挑衅骂他 竟冲回阁友会厨房 拿出菜刀走到车边朝陈南攻击 至陈南脖子被划出约10公分长的浅伤口 两人拉扯中 菜刀被打落留在车内 江南行凶后逃逸 陈南今日到北新派出所报案 警方获报后巡线查获江南 江南公称因为与人有口角 又见到等红灯的陈南音乐 放很大声 让他不爽因此吃菜刀行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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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